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昨天晚上11点 我正准备上床睡觉 突然电话铃声响了 打电话来的是一位女房车车友 这位女车友叫婉婉 去年在云南的一个营地认识的 当时和她在一起的还有她的老公亮哥 婉婉在电话里哭得不行 我赶忙安闷她 她哭着说 她老公亮哥不要她了 她无家可归 原来婉婉两年前和前夫离婚 儿子判给了前夫 不久后和亮哥认识并结婚 亮哥也是离异的 但是没有孩子 二人结婚后准备打算要一个孩子的 刚结婚的时候 婉婉和亮哥关系不错 为了休闲 还买了一辆房车 经常自驾游 就这样我与他们夫妻二人相识 据婉婉讲 与亮哥结婚后 婉婉很少出去玩 就是每个月抽半天时间 拍拍儿子 然后很快就回来了 亮哥从没说什么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婉婉看儿子的时间和频率 有所增加 从半天到一天 后来发展到两天三天 起初亮哥并没在意 但时间长了 亮哥看到婉婉到时间还没有回家 便打电话催他 到底怎么回事 很担心婉婉 婉婉每次都说快乐快乐 但是还是没有暗示回家 有时还在外边过夜 为此亮哥没少和婉婉吵架 直到上个月 婉婉前夫的事业受挫 公司倒闭 成天喝酒录日 婉婉直到后 决定安慰一下前夫 就隔三差五来看前夫 同时陪陪儿子 有一天 婉婉对亮哥说 他前夫因为事业受挫 决定带着孩子和前夫一起去北京内蒙古玩一玩 散散心 亮哥听到后 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激动 很平静 婉婉以为亮哥同意了 您出门的时候 吻了一下亮哥 但是亮哥毫无感觉了 一个月后 婉婉回来了 当他拿出家门的钥匙 开门 发现门已经打不开了 婉婉连门敲门 门开了 一个中年妇女从里面出来 问婉婉 你找谁 婉婉一看这个女的 一脸的错愕 问这个女的 你是谁 那个女的说 这个房子是我刚买的 这下婉婉懵了 赶紧打电话给亮哥 打了好几次 亮哥才接电话 电话里亮哥非常平静 说 你回来了 明天我们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吧 婉婉不敢相信 问亮哥 为什么要离婚 亮哥说 你自己做的事 你应该知道啊 婉婉 哇的就哭出声来 于是 打电话 让我劝一劝亮哥 还解释说 他和前夫并没有什么 就是单纯的散散心 同时陪陪孩子 今天早晨 我跟亮哥打电话 说婉婉不想离婚 但是亮哥很坚决 他无法接受 婉婉的行为 怎么办呢 成年人要为自己做的买单 该怎么劝解 婉婉呢 大家说一说吧 评理区见